苗栗县议会启用课语同步翻译系统 也成为全台湾第一个提供课语同步翻译的议会 没想到这样的服务也意外掀起了总统话题 因为议长中东景就建议 目前想要选总统的人应该都要通过母语认证 苗栗县有64%的人口是客家人 为了方便县议员直询时可以使用本身的母语客家化 客委会特地派出口议员进驻议场 透过及时的翻译让非客家籍的县议员 和县府官员们可以轻易地了解咨询的内容 议长中东景认为妈妈的话应该多加推广 尤其是要选总统的人还要考试 在客委会协助下苗栗县议员成为全国第一个 实行客与同步翻译的议会 却意外引爆总统话题 国民党籍的苗栗县县长许耀昌更直接公开表示 民进党员应该要支持蔡英文连任总统 因为她说她是客家人之外 也没有行政院长和总统打选战的道理 许耀昌补充表示总统蔡英文执政期间 给予苗栗许多资源 虽然不同党还是认为民进党应该由蔡英文出马 角逐连任才符合客家中意的精神 解张新杰苗栗报导 没关系